泰國副總理差林證實,當地警方是星期五, 拘捕了一名黎巴嫩男子, 懷疑他與黎巴嫩真主黨武裝組織有聯繫。 他又承認加強了國家保安, 但強調政府有與國際情報機構合作,情況受控。 有泰國保障就引述情報消息透露, 被捕的男子只是少數進入泰國境內的懷疑恐怖分子之一。 而這一名疑犯曾經多次入境, 他接受盤問時拒絕回答問題。 柴林證,當局加強了便衣探員在曼谷市面的巡邏, 巴提亞也加強了監察。 美國駐泰國大使館, 早前在官方網頁發出警告, 指外國恐怖分子可能政策或在短時間內向曼谷旅遊區發動襲擊, 賦予國民出入有大批西方遊客聚集的公共場所的時候要特別小心。 以色列和澳洲政府也發出外遊警示, 指國民可能成為恐怖分子襲擊的對象。 香港風評電視記者李康文報導。